大家好,我是Stan 之前因为说鲍哥来韩国能拿下冠军的话就会替光头 结果鲍哥真的拿下冠军而尴尬 哦不是,而私下联络后道歉的天才卡丁车选手姆诺俊 当时他在IG发文表示 大家好,我是姆诺俊 首先庆祝您选手的获胜 然后对于我的言行也有私下联络后道歉了 因为目前还有团体决赛没有进行 所以其他事项会在10月8号之后告诉大家的 然后昨天两个人进行了直播 因为直播的时候有中文翻译在现场 所以我会留网者在咨询栏上 有关心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稍微跟大家说一下的话 其实我本身不是非常了解鲍哥这个人 但是在看完直播后给我的感觉是 这个人真的是太谦虚,太有礼貌,太善解人意了 直播全程都为了不让姆诺俊难看 一直称赞他,甚至还用韩文说不要剃光头 人品真的非常好 总之因为鲍哥的多量,姆诺俊是不需要剃光头了 我们来看一下看完直播后的韩国网友们反应 您太善良了,就干脆的盗窃剃光头 下次超级杯的时候登场的话 马上就可以恢复明星的 这样的话反而会一直被骂 您没拿冠军的话,他就可以更嚣张了 这都是您的错,确实是做错了 真的是因为您的善良救了姆诺俊一命 就算本人说没关系,应该也要剃光头不是吗 长得帅,个子高,人品好,实力好 除了挑食都完美 卡丁车切的GUAT,大王你 总结一下就是,祸从口出 做不到的事情,绝对不要说大话 对了,昨天我在介绍听胡主演的电影 你在我心上时 不小心将10月21号上映说成10月12号上映了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你在我心上是10月21号上映 下个消息是 女团Keprler昨天以We Flash回归了 但是因为就在新歌发表前一天 被爆出了成员金达恩与新人男团SIPER成员的恋爱传闻 而因为两边都算是新人组合 两家所属公司也只是回应 对于恋爱传闻很难确认事实 会尊重个人的私生活 所以就更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虽然说爱都也是人可以谈恋爱 但是又不是被低色爆料 也不是被私生拍到 竟然能这样摆明的行动 不就是在欺骗粉丝吗 在新歌发表一个小时前 看到几乎是成人恋爱的报道 真的会很上火的 Rain不是说过5年不能谈恋爱 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在为你们辛苦 现在心应该会塌下来了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这次的歌曲真的很好听 我只是喜欢这些孩子们 喜欢他们的歌 所以不关心他们有没有谈恋爱 就算谈恋爱也没有不努力活动啊 再回归当天 除了新曲之外 也以别的事情收到关注 所以是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这张专辑在销售第一天 就超过了去年第一天的销售量等 反应非常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 KEPLER的新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收到很多关注的贴文 在机场给粉丝们手写信的Winter 这位网友表示 每次都是粉丝们在机场送信给Winter 这次Winter想要写信给粉丝们 所以在出国的时候送粉丝们信了 然后上传了三张手写信的照片 在这里更让人惊讶的是 信的内容都不一样 哇疯了 怎么能有这样的IDOL太羡慕了 虽然有一定的格式 但不是附身粘贴 内容都不一样 所以会更感动 竟然不是在网上给粉丝们写信 第一次看到这样气球给粉丝们信的人 好神奇 疯了 太羡慕了 超羡慕 想要留言 但是出了羡慕之外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是吧 第一次看过这样的IDOL 对来机场的粉丝们说 幸好能这样当面给你们信 真的是让我吓到了 Winter怎么这么甜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在这里再加一个 Trekage新专辑的手轴销售量 突破了218万多张 创下了历代专辑手轴量的四位 Why do I keep getting attacked 加手感情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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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